屏東的平宴停車場出入口 看板用大大的帆布包了起來 國民黨的立委王鴻威指控 顯示停車場還有多少空位的設施 用帆布給蓋住 之一這個數字是不想被人看見嗎 接著走訪了屏東六個停車場 大大的空空空幾個字 王鴻威炮轟 花錢沾計畫補助款的 屏東立體停車場 數文字冠 給了12億6千萬 讓屏東蓋了六個停車場 錢太多了嗎 是不是錢太多了 非常無奈 屏東縣這幾年的具體改變 被外界來肯定 記者回到了平宴停車場 星期一是休緣的 還是有車輛停放 而立委助理職級的8月21號 也剛好是星期一 王鴻威質疑 屏東的六個停車場 平均使用率假日34% 平日26% 而縣府反駁 以平宴停車場為例 剛開始設立的時候 使用率20% 但是一直到今年7月 平日40% 假日有78% 如果有活動的話 更是一味難求 過去台北市的洛陽停車場 剛蓋好的時候 真正去停車人 也沒有很多 立體停車場 被台北的立委挑毛病 縣府點出了 有些設施是在修繕中 還沒有完成驗收 另外包括了 仁愛路停車場 民生停車場的設施 有零星損害 但是已經修復 並非封閉無法使用 外縣市的議員來關心 本來我們就應該要覺得很害羞 既然王鴻威要來屏東找茶 我就送他港口茶 不要以外來者兩天的時間來收集數字 就來企圖來黑掉應有的事實 否決我們屏東的需要 王鴻威跨區特地請助理 來到了屏東檢視立體停車場 屏東縣政府重炮回擊 請外來者不要用兩天時間 搜集的數字 企圖黑掉應有的事實 否定屏東需求 屏東勝利行程是熱門觀光景點 還有屏東總管還有千溪公園 景點不能錯過 想吃東西的話 來到屏東觀光夜市 不會失望 欠良消暑愛玉灘 已經有百年歷史 特色小吃罵貴 屏東觀光夜市裡也吃得到 不少店家是屏東在地人 和觀光客的口袋名單 人家如何方便如何 人家方便我們也方便 泰鄉眼裡車潮人潮都是商機 景點周遭的停車位多多益善 對照停車場新建前 和新建後的景觀 店家樂觀其成 台北的朋友下來 繞蠻久的要早一個多小時 結果最後他們 還是停的比較遠的在走過來 不管說連續假 就是假日的話 其實我們的停車場 其實是暴我們的狀態 屏東市區好幾個指標 景點每逢假日或辦活動的期間 找停車位真的不簡單 屏東市區的前瞻停車場 共有六個 包括信義路 中華路 幸福公園和仁愛路等 四個停車場 紓解屏東市鬧區和景點 停車位南找窘境 周圍有勝利新村 千禧公園 屏東觀光夜市等 觀光黃金鐵三角 光是勝利新村 在七月份就有 五萬六千四百四十觀光人次 新興景點 平淵一九三六文化基地旁 設置立體停車場 屏東火車站附近也有一座 因為立體停車場就比較多停車位 不用這樣繞很久 我需要 因為屏東停車本來就不是那麼好停 路邊停車不會 如果立體停車場應該會更好 無論遊客或在地人 用看好屏東觀光發展的角度 看立體停車場新建 迎接觀光商機可不能一味難求 三立新村 黃之中朱雲杰 翁玉文 屏東報導 黃之中朱雲杰 黃之中朱雲杰 黃之中朱雲杰